就是在這個Primary Key後面呢 如果你增加一個所謂的那個AutoIncrement 這個AutoIncrement也蠻好記的 Increment就增加嘛 再來你那個InsertInto的時候 你這個Lamber的部分 其實你就可以不用再輸入 但是後面這個還是要輸入 那如果後面這個東西 假如你要變成互動式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變數嘛 比如說Input 你前面有Input嘛 你可以Input 請輸入電話號碼 那它這個地方就可以Run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怎麼樣 也許可以產生一個變數吧 這個變數也只是什麼呢 TL 假設是TL 你這邊的話呢 假設TL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Input 那這 然後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去 這邊的話 Input 請它怎麼樣呢 輸入一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 請輸入電話號碼之類的 然後你就把這個TL怎麼樣 把這個變數呢 放到這個位置 用的話呢 就可以有個互動 變成說 它輸入一個電話號碼之後 幫你輸入到這裡 那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自串 所以輸入的話 用轉型的 再就輸入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擔心說有錯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 如果說你要讓它不斷的輸入的話 就是用File嘛 跟前面一樣 如果你要從外部讀取的話 你可以從檔案讀取 這個跟之前那個 你也可以參考之前那個 輸入機的那個部分 反正這些都可以互相串聯 把它執行 按OK之後的話 輸入電話號碼 如果我輸入一個電話號碼 是2 5 6 7 8 9 隨便輸入一個好了 OK 之後的話 Enter 然後呢 它就會幫我跑這下面的動作 這時候的話呢 去執行 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出現說 Search TL 所以特別注意喔 Insert into這個後面的敘述 我們裡面是兩個欄位 如果假設我第一個是AutoIncrement 這個時候的話 你Insert into Table 這個資料庫後面 這個地方你就要告訴它哪個欄位 我們有個欄位叫TL 所以你可能就是 今天要告訴它說 Insert into到那個TL 這個欄位 的話它會找不到哪個欄位 Values 把這個東西塞到 我們這個欄位裡面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再執行一下 1 就把剛剛的電話號 把它輸入上去 Enter一下 的話呢 把Table改成Table2 重新新建一個新的 Insert into 對對對 建了一個新的 然後再來Run 應該這樣就OK了 理論上 你就是要先把那個Table 先給刪掉 或者的話會出現問題 基本上 就是你跟它對話 假如類似像有這種情況 那我會設中斷點 執行這個Debug mode 輸入一些資料之後的話 假設我這邊輸入一個資料 到到這個除錯模 我中斷點設在這個Seql 串接完之後 先讓它停下來一下 Viva我讓它停這一行 執行這一行 Seql Viva我現在確認一下 因為有時候 在撰寫資料庫存取的時候 最難的地方就是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怎麼會 首先就是它的語法 Pin2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起來 其實我的習慣會切到怎麼 切到 到這裡看一下 一樣 會出現 Pin2 Pin2 OK 然後如果實在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可以Exql 你可以把這個語法 貼到 這 工具也具有除錯功能 就是你反正先Run一下 如果Exql 你會發現 它有沒有進去 Value 好錯誤了 刮盒 沒有空 有沒有 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空白 沒有錯 我印象中 之前也會發生錯誤 可以看到它居然無窮迴旋了 你可以中斷模式 去找到你的這個語法 然後這裡面可能出現錯誤 那你丟到那個 browser這個裡面去跑跑看 我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也許是不是這個地方 卡住 它背了 然後一樣去把Exql 貼這個我看一下 南位 然後Values 其實之前知道錯誤是 這個Values Values 好像還有空白沒加 它也會出錯 那我把它 Exql一下 漏了 我直接把那個Values 因為它這個地方 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所以你要把字串 裡面放一個變數的話 你不能直接 直接放進去 那就好 其實就把它隔開就好了 OK 最基本的 這個 盡量 這個地方就加一下 你會發現 因為AutoIncrement 所以將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一個變數 直接去新增 那我剛剛輸入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 沒有那麼負擔 主要是漏掉那個 所以 一樣可以用 這個地方輸入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做了解它的刷取 跟看一下它裡面的檔案 還有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在這邊執行語法 你會發現它會一直AutoIncrement 所以我輸入 一直輸入 一直輸入 那它就會一直幫你把資料給輸入進來了 奇怪 02 可能後面有剛剛 如果再輸入的話 一樣它會再幫你輸入到後面去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利用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多一個AutoIncrement 然後輸入哪一欄 特別之外 這個前後刮斧要有 我剛剛漏掉了 然後另外的話 你要用Input的方式 就是要把這個變數串在中間就可以了 一樣就把這個語法 直接丟到這邊 讓那個科蛇去執行 它就可以把 我們要的資料 新增到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 主要練習 Insert Input這個語法 主要跟資料庫做過 我想這是最基本的 那請貴也是 就是要把它 這個是最 最之前講的 因為你不能夠直接 把TL放 因為它是一個變數碼 你放在裡面 變成它就是 字串 對 所以剛剛 這個是算最基本 我居然犯了一個 最基本的錯誤 所以 難免 這個地方你放在請 這怎麼辦呢 先把這個字串先切開來 串接 後面這個 就會幫你把 輸入的電話碼 把它插在這個中間 串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丟給 資料 丟給SQLite 這個Execute 就是有點像執行 有點像我現在 你把訊息給總機 然後有點像簡訊一樣 簡訊那個人就收到 收到之後 他就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Execute 然後Commit就是 把這件事情確認了 然後最後連線就close掉 大概一個流程 這個是insert into的動作 那會寫 另外我們還可以要把它查出來 那查詢的話 可以看一下 把那個SQL 我另外有一個範例 也是應該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查詢 將查詢出來 那要怎麼把它 其實基本上 每個動作都是一樣的 就是前面 Import 這個SQLite 3 其實這個套件 主要 就裡面基本上 就是處理資料庫的套件 然後呢 他一定需要有一個 這個前面的物件 這個物件主要是讓SQLite 3 他去做連線 連線到這個DB 這個資料庫的一個 那其實這個Conc 它的邏輯有點像 我連線成功 幫我把它放在物件 這個動作有點是 本來是在檔案裡面 在檔案 Low到哪裡呢 Low memory裡面 因為我們將來程序 一定要Low到記憶體裡面 才能夠運作 所以這個有點像 我把它Low到上面去 變成一個什麼 記憶體裡面的物件 那物件的名字就叫Conc 那利用它呢 才有需要的事情 我已經把它Low上去了 Low上去之後呢 在一個Conc 它可以 裡面有一個 Cursor的 算是物件 算是指物件 這個主要是 處理什麼 處理資料表 所以Conc是資料庫 Cursor是處理 所以這個是資料庫的物件 資料表物件 然後呢 去跟它下一個指令 告訴他說 幫我把所有的東西 從table01查出來 那查出來的什麼 Conc這個 資料庫物件有沒有 執行這個語法 它查完的結果 會不會丟到科色 因為它是資料表 物件 其實就是放題啦 其實這個很簡單 檔案的東西 一定要在記憶體去執行 所以 關係大概是這樣 之後的話呢 把它Print了出去 我們用Format 前面我們有講過 格式化應該很像 格式化 前面的格式一定是資料 那中間加上一個 再第二個資料 就是還有電話號碼 幫我把它 一個一個的把它輸出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開啟那個 我們的 Cursor01 我看一下 一筆兩筆 這裡面的資料 那一定會有個 table01 table01裡面的話 會有兩筆 那我要把它全部撈出來 秀在Python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就執行這些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第二筆 第二筆 是先 輸出什麼 輸出我們的 標題 來欄位名 然後呢 再把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讀出來 從哪邊讀出來呢 從我們的 Cursor 從那個什麼 101的資料庫 的 table01的資料 去把這資料 撈到我們的 這個Python 你撈到這邊 有方法 特別重要 一定是 OK Cursor指的資料表物件 然後裡面 丟到一個RAW 所以它會抓第一列 的資料 裡面 print一列 你可以RAW01 指的是第一欄 RAW02指的是欄 所以會先抓這個 幫我print 所以print這個 有沒有 RAW01 這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後面的東西 就分別丟 下一個的話呢 它就換下一筆 所以如果你以後有機會 這個範例簡單就是說 以後反正你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你要把它撈出來 就可以利用這個範圍 我建議啦 也許你將來可能很多都忘記 沒關係啦 因為有範本嘛 對吧 所以其實學成熟 其實你們也沒那麼厲害 建議你就是 看得懂範本就好了 以後修改範本 那就夠了 就足夠了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變化題 比如說從網路上撈資料 塞到資料庫 然後再把它讀出來 那整個cycle 不就是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都可以模擬一遍 這樣就是活學 不然 一般書裡面 他當然沒辦法跟你講這些 怎麼 東加一個 這本書只有講資料庫 另外 可能另外 就是專門講 撈網路資料 所以全部都分 我們現在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段程 如果你可能 我是把它照相 不過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一樣會把它放在那個上面 那你們可以到哪邊找到呢 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 這個底下就是這個 那我把它貼到這邊來 並且幫各位設好了 我這邊有個外掛 Core Pretty 它可以馬法成色 變得漂亮一點點 那你等一下就 Ctrl C 我這邊的Module名稱 我可舌01底線Select OK 試一下 你就是 Round一下 至少會 資料庫的兩種應用 第一個 如何新增 第二個如何撈出來 你會新增 會撈就夠了 大概 第三個也許我覺得 比較重要是 如何刪除 再把它砍掉 重新再丟 砍掉的話呢 其實就是Drop Table 你就是只要下一個語法 叫Drop Table 它就會幫你把 前面有個Create Table 把它變Drop Table 如果不會的話 請參考一下那個 剛剛講的 Drop Table 把那個Table Table01把它Drop掉 那它的Table 就備掉了